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6月25日披露的证据显示 冬突决散禁语系统在2016年之后急剧扩张 导致更多人被判刑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2016年至2018年间 在拥有2500万人口的地区 有超过25万人被监禁 报告称2014年该地区有21000人被监禁 但仅在2018年这数字就达到了133200 报道称在此期间不仅被判刑的人迅速增加 而且他们的刑期也有所增加 根据新疆统计年间 2017年被定罪的人中 有87%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比2016年增加了27%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发表声明 表示将继续与美国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共同努力 推动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东突决散使用强迫劳动 以及对维吾尔人和其他手术民族和宗教手术群体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责任 与此同时 美国商务部6月23日把被控侵犯人权的5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关注实体清单 另外 美国劳工部在联邦登记公告中更新了同工或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清单 把中国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多金规包括在这个清单内 专门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美国研究部门最近发布报告 提出了被怀疑是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威胁活动组织与中国军事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 报告指出 从2014年开始针对中亚国家的一系列网络威胁 可能与中国解放军新疆69010部队有关 专家表示 中国网络攻击部队是解放军和国安部的结合 十多年内使中国从二线网络国家成为世界顶级网络威胁 而中国通过网络进谍作为与其美国竞争的主要工具之一 可能重塑传统地缘政治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后接受采访时说 美国与法国目标一致 两国都决心抵制出现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完全不容自由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 这是布林肯以国务卿的身份受自访问法国 布林肯说 我们的目标不是遏制中国或试图妨碍中国发展 但在涉及捍卫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上 我们将站出来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周六称 特斯拉汽车北京和上海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要求 向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即日起召回部分进口和国产Model 3 国产Model Line电动汽车 合计28万5520辆车 此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主动巡回控制系统问题 亦造成驾驶员在一些情况下 勿激活主动巡航功能